因为从小家庭的关系 家人可能这边也不是得到很多的家庭的温暖 之后加上可能也是前世的业障 导致今世从小就没有安全感 行中有很强的阴影的那种不安全感 想问这样的师兄念心经 祈求还是针对小房子祈求这个事情比较好 并且祈求的时候应该怎样祈求呢 祈求啊 这个就是锻炼自己的心智呀 磨炼自己的心智呀 有什么关系呢 做人就是要懂得呀 要改变自己呀 要磨炼自己呀 有毛病要磨炼的呀 明白了吗 好的好的 感恩师父慈悲开始